北京因此事惹怒川普升级中美贸易战将如此走向,在中国与德国签订贸易协定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对中国额外加征关税清单。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共在欧洲等地进行统战川普,实在有意向欧洲发出警告信号。 另外对于中美贸易战的未来动向,有学者认为川普扭转长达40年对华贸易逆差的决心,非常坚决中共已经无牌可出。 也有研究表示中方可能会对部分行业的美国对华出口和在华军营活动出台反制措施,但会尽力避免局势润化,升级。 川普又征2000亿关税,有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属,7月11日,公布一份最新商品清单,表示演你再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一消息,对中美贸易关系是一记重击。 时政评论员文章11日在自媒体上,表示在两周之内,中方还没有把500亿征税清单中,剩下的160亿补齐川普,又开始行动了征收2000亿。 我觉得8月份开始启动第二波行动,算是比较合理的,但川普的行动速度,比这个估计要迅速第一波行动,还没有完全失落地。 就开始了第二波打击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自从美国要对中国大陆商品加征征税中共,就开始四处活动到欧洲,发展中国家进行统战川普如此迅速的行动,与中共在国际上的动向有密。 一些关系在美国宣布,对华额外加征关税之际,川普将抵达布尔塞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会晤。 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西月10日报道,称一位美国政府高官称,对中国采取新一轮关税措施。 与北约会晤时间,直视角和该高官表示,川普只是在兑现此前的一项警告,即如果中共对美国第一轮关税举措实施报复,他将考虑进一步加征关税。 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一些行业管理人士表示,上述关税肯定会被视为向欧洲发出的一个警告那就是美国在贸易争端中不会退让,这也可能是特别针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安德尔·默克尔的一项警告,后者本周在柏林会见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另外,香港明报11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分析称,北京当局在应对目前遭遇的贸易战时,寄出的最大撒手剑并不是联欧之美,而是中共赖以起家的伎俩农村包围城市。 其一大力发展中国国内的农业这方面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对上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寄作出了指示和批示,要求全力推动中国农业的全面升级云云。 其二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联系在国际上奉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文章表示身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7月10日亲自出席部长级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并已于本月下旬亲赴南非出席金专五国峰会。 今年9月北京还将举办中非论坛峰会,习近平高规格接见阿拉伯访客以及李克强出席中东欧国家的16加一峰,会胡春华访问法国后,接着又访问非洲,等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北京当局为应对美国的贸易战而令P希敬学者分析中美贸易战未来动向。 大陆经济学者共胜利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川普扭转长达40年对华贸易逆差的决心,非常坚决中共已经无牌可出他说。 有人说打石油因为石油是以美元结价的,但石油和天然气,美国是第一大生产国。 页岩气和页岩油是美国的油气价格,现在是全球最低以打石油,无非就是用高价去全球各国买。 还有人说打黄金,但美国黄金占全球现有的72%,你还有什么牌可以出抛售美债? 中共现在持有美国国债约1.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债总额的6%6%是什么概念案? 一美元约换6元人民币说就等于美元加息一个百分点,美元每次加息都是0.25个百分点。 你算算6%的美国国债,你打出去这张牌。 美国最多打一个喷嚏,可是美国打一个喷嚏中共,就要发高烧。 你怎么打? 美国企业研究院AAR学者是见到Darixis。 Sus向路透社表示,鉴于去年中国仅进口额价值1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中国无法找到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以征收报复性关税。 他补充说,对于美方宣布的关税措施,中共不太可能以调整产业政策来回应,这些需要一场漫长且痛苦的贸易战,才能实现只有美国的贸易措施规模大,且持续到足以威胁外汇流入的地步,中国才会放弃其产业计划。 此外瑞银UBS报告称,预计新一轮的加征关税措施,可能会在9月份正式生效。 报告预计中方会对美国贸易政策表示抗议,但不大可能出台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部分由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较小,去年仅1500亿美元考虑到全面的贸易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 因此报告认为,中方可能会在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同时,尽力避免局势恶化、升级。 报告认为,中方可能会对部分行业的美国对华出口和在华经营活动出台反制措施,但可能不会激烈到。 一定要对美国企业造成同等规模的经济伤害,引发美国进一步升级报复政策报告。 预计美方本轮贸易政策很可能最终生效,但短期内不会引发全局性的贸易战,即美国对全部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中方也是如此,并且出台严重的非关税壁垒报告还认为,中方也不太可能主动以人民币贬值或抛售美债来作为应对贸易战的工具。 但随着贸易战升级,尽管央行会尽量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但人民币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